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仲晨 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运动医学 就是喜欢运动的人 像我这边就有吴仲晨冒险学校 包括费心残,包括耕肚糖等等 我就要讲说很多的运动 我喜欢运动 尤其喜欢比较剧烈运动 这就难免会有受伤 有的时候你并没有受伤 你没有受外伤 可是你会发生一些现象 你平常都运动得好好的 像比如说有一次我去玩飞行伞 玩回来之后都很好,精神非常爽快 结果隔了一天之后 走楼梯的时候 上楼梯没问题 因为腿脚都有力 可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非常的剧痛 这很奇怪 上楼梯没问题 上楼梯才在用力 下楼梯的时候都没有在用力 为什么膝盖反而痛得要死 仿佛你的膝盖以下的小腿 好像跟你的大腿分家了 整个零件闪掉了那种感觉 闪架的感觉 很痛,剧痛 痛到你必须要扶着栏杆 在那边喘气 而暂时不要动作 那后来我就去看 我想这个可能是哪里扭到还是怎么样 伤到吧 我就到中医院 中医的医生给我把脉 他说这个症状就是肾亏 肾亏 大家以为肾亏就是什么 羊尾爪蟹这些东西 或者建设不举这些东西 叫肾亏 或者淫欲过度等等 这个肾亏 卖膏药的人都这样讲 尤其是卖春药的人 都是这样讲 那我怎么会肾亏呢 我的那个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 而且会喜欢运动的人 怎么会肾亏 那个医生 那个中医师就笑而不答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肾亏 那我说那既然肾亏那怎么治吧 他就开了药 开的那个药是一个良剂 也就是你会泻 你会泻肚子 就算你不泻的话 你也是你的大便都是吸的 非常吸 接近就是腹泻 但是你肚子不会痛 简单讲 因为它是一种很冷的东西 凉 就是温寒热凉 这些东西就是 它是一个凉的东西 所以让你容易腹泻 那他说要泻你的火 所以要胜亏 那还有那个湿素 那要怎么样湿素呢 就针灸嘛 他建议我针灸 那个医师立刻就拿出针灸来给我针 他给我扎了几个穴道 因为我对那个年轻的中医师 我都不太信任 因为他们是特考考及格的 像我以前也曾考过中医特考 所以我知道 你只要很可以输的话 容易通过 如果你博文强计的话 但是你通过不见得你有技术 但是那些没有考过的人 那些所谓秘医反而有技术 因为他祖传的嘛 从小就耳濡目染 家学渊源 他给我扎针的时候 我真的很痛啊 这个当然是扎针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那个穴道就三个要诀 找穴嘛 第一个是酸麻痛 但是是用手压 你压那边会酸 发酸很酸 最酸的地方就是穴道位置 或者是麻 你压的时候它会麻 那也是穴道位置 第三个就是痛点 你压到那边很痛 特别痛 但是平常你压那边并不痛 就是现在你的病变 就是要治疗那边 所以你拿那个针 直接扎到那边就对了 他给我取穴的时候 他给我扎到那边很痛 而且那个痛不是 不是在深层的痛 就是表皮的痛 虽然没有流血 但是很痛 我痛得大叫 我很怀疑他的技术 我说好好可以可以了 他还要再扎 要扎很多针 要配穴 我想我不想当你的白老鼠 我说好了可以可以 就这样 结果那医生觉得脸上挂不住 大概病人很少有这样要求 说停止治疗的 那我就 那第一个中医师是这样 那第二个我就 第二次我再去门诊的时候 我没有挂号这个人 我挂另外一个人 因为中医师不是一个 那边有大概三四个中医师 我挂第二个 第二个给我把了麦之后 他仍然也是 也是说 我说什么病症 他说 胜亏 还是胜亏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我的生活很前点 怎么会胜亏呢 而且我是 也是 玩飞行伞 但是是不是扭到呢 他说这个 胜亏跟扭到 没有关系 这不是外伤 就是你胜亏 你要从里面来调理 那他给我开那个药 我说 我就直接跟他讲 前面那个人给我开的药是这个 他说他知道 那个电脑上有病例 他叫出来的时候 他说 他可能给你开的那个药 剂量太重 所以你都拉锡 你的大便都是锡的 但是我现在把你开的 稍微剂量减轻 所有的处方 这有加减 加减就是增加量 减就是减少量 我帮你开的这个量 就是他的那个剂量比较轻 就是你的大便可能还可以维持到固体状态 他是这样很轻松的这样讲 然后接着说 他说你要不要针灸 我说前面的医生给我针灸的时候 我痛得要死 中途就叫他停止了 我说我改用按摩或者是 他说这个 这个膝关节这个疼痛 不是要按摩 按摩没办法 那我说他怎么办呢 他说用蒸气 用药浴 用蒸气来吹 那我就去吹蒸气 吹蒸气的时间很长 一个疗程大概要三十多分 就是把那个药 用那个煮的那个药水 然后用那个蒸气 吹到你的患部 那个很热而且很烫 但是我愿意忍受疼痛 可是我发现到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 因为他那个中医里面的药里面 没有所谓的消炎止痛这个概念 你会痛的话大部分都是什么 第一个你要止痛嘛 会痛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消炎 而且是膝关节的 膝关节有韧带嘛 那你明明没有扭到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你上坡的时候 你在用力的时候他反而不痛 你下坡的时候没有用力的时候他反而很痛 因此我 这同一个病症我又看了第三个 我看的是西医 那个西医也是二话没讲 他一看到你的叙述 你上楼的膝盖不痛 下楼膝盖会痛 他立刻就直接告诉我说 你这就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退化性关节炎 再讲一遍 退化性关节炎 我今天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 一个报纸 报纸上讲有一个体育教官 他今年七十几岁 他说他平常每天都在运动 有一天他突然那个 突然那个腿脚不灵活了 结果他就看医生 医生说他那个他那个是什么 是运动过度 他其实他讲的这个 他没有讲出来 我刚刚讲说他那个症状 我有过 还不止一次 两次 所以我现在是久病成良医了 那个就是典型的西医里面 骨科他会告诉你 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 退化性关节炎 你一听就以为是老人才会得 不是 我刚刚讲我玩飞行伞 四十几岁那时候 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全身肌肉 我怎么也想不出来 我怎么会退化呢 我的关节怎么会退化呢 那实际上那是一个 那个这个病症的一个 一个名称而已 就叫退化性关节炎 那OK 你既然是退化 为什么你上楼梯的时候 肌肉紧绷的时候 膝盖就没有湿 韧带也不会痛 可是为什么你下楼的时候 膝盖不用力 肌肉不用力的时候 反而会痛呢 那医生 那医生讲说这个 这个没什么好争议 这个就是退化性关节炎 我说怎么治疗 那医生讲的很简单 消炎止痛 那消炎止痛的话 你其实不用看病了 你直接到药房去买 买那个止痛剂就可以 还有消炎的剂 那你吃了之后 果然没错 你吃完之后 他讲 他告诉我 医生告诉我 西医告诉我说你不要剧烈运动 在没有好之前 就算好了之后 你也不要剧烈运动 像你们这种飞行 那什么都太剧烈 你应该做一些缓和的运动等等的 那我听他这样一讲之后 以后我就非常注意了 所以你看中医跟西医 同样一个病症 西医他是说我叫退化性关节炎 那实际上我怎么样也想不出来 那个叫退化 但是什么样的成因呢 其实他讲说是退化嘛 所以他是渐进的 但是渐进的为什么平常不发生 你要爬山走路什么都没问题 为什么就那个时候发生 这个也没也无解 你自己去翻书吧 那中医他就说那个叫做肾亏 肾亏 肾亏跟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怎么样也联系不上 所以这就是中西医的差异 差异 刚讲说一个医生如果说你是肾亏 那你会怀疑 可是两个医生也是这样认定 而且开的药都一样 虽然是同一个中医医院 他开的药都一样 只是加减分量而已 可是西医呢 不止一个人这样讲 我曾经讲过说 这种情形我发生过两次 它不是常常会发生的 所以他不是想象中说 你的膝盖里面韧带磨光了等等 不是这样 所谓退化性关节炎就是这样 所以我看到那个运动教练 他讲那个老七七十几岁的人 他讲说他突然那个那个那个 好像零件都闪架了 后来他就不敢走路了 在路上不敢走 因为痛嘛 他就改游泳 其实这改游泳也是个方式 但是实际上改游泳 对于那个关节的发炎跟疼痛 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 直接这样讲 但也不是因为他平常爬山 或者是溅走 产生了这个问题 而是那个 那个就是一种 所谓 西医就叫退化性关节炎 那治疗的方式就是很简单 也没有叫你吃补钙 什么维固粒 什么通通没有 就是消炎止痛 跟一般的消炎止痛 是完全一样 以上就跟各位分享 中西医的极大差异 中医说是盛亏 西医说是退化性关节炎 这两者就是同一个症状 所以有朝一日 你如果常常运动的人 我这个特别对那些运动员 教练员等等等 当你的膝盖突然上楼的时候 没有问题 爬高怎么样都没问题 爬山也没问题 可是你下楼梯的时候 下楼梯的时候 下山的时候 你膝盖不用力的状态之下 非常疼痛的时候 请注意 那个痛得让你没办法走路 但是你膝盖并没有肿 有的人是有那个什么 那个痛风的话 膝盖关节会有结实 那都不是 都不是 他没有肿也没有红 外面完全没有异状 但是就是疼痛 那疼痛就是 你用手压呢 他有时候并不痛 可是你动作的时候 尤其下楼梯的时候 上楼梯没有问题 那以我这种人 我就想说 我上楼梯没有问题 我再来试试看 都没有问题 那医生说你不用试了 就是退化性关节炎 铁的事实 中医也说你也不用试了 就是肾亏 因此 这两者的这个意义 是相差的南辕北侧 我提供给各位 可以去参考 就像我的片头 我讲是肾亏 问号 退化性关节炎 问号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